主公 川鼠军报 怎么 刘备出川了 不 探左说 丞相孔明已经阻止刘备发武 还是你家兄弟有远见 依我看哪 用不了多久 无处联合还得恢复 这些兄弟们稍有过失 上将军就罚他们 为二哥关羽守灵时日 上将军在哪儿 在帐中 我哥哥 几位斗鸡 都一个月了 我在这里天天盼着发武 哥哥为何还不下 倒在招令啊 陛下的意思是要暂缓 暂缓 为何暂缓呀 多有文武众臣觐见 说国之巨贼是曹魏 而非东吴 建议陛下要先灭魏 之后再发武 这是什么话 向我三兄弟 一劫桃源 试图生死 如今 二哥半岛被害 岂能不报仇选 你 你给我说实话 到底是谁 反对发武啊 说 是丞相不同意呀 又是他在做羹 我要亲自到成都 去面镜哥哥 来人 在 陛下 有何吩咐 宫道里有脚步声 只有风声 没有脚步声啊 有 你听 是我三弟 是三弟的脚步声 他脚步沉重 异于常人 义德 三弟啊 是你吗 大哥 大哥呀 大哥 我 你不是在 朗中掌冰安 到长都做什么 大哥 我在朗中 是动日如年的 早也盼 晚也盼 天天盼着做现奉啊 眼睛都快忘川了 可就是等不到 这法虎的赵律 大哥 难道你做了皇帝 就忘了岛园之事了吗 三弟 云长之仇 我如何忘了 你看 云长还在 还与我 十同夕 一同大 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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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哥呀 皇将军变天后 陛下让人画了这幅像 奴才叶叶都能听到 陛下 对着画像说话 既然如此 那大哥为何不下令罚我 兄弟兄乖 云长遇难的消息一传来 我就打算兴兵法武 可那时我军刚遭到荆州之败 大家都劝我 都劝我休整三军 我只好隐忍 鸡尾后我已经下诏法武了 可是 孟达那贼又降了曹魏 上拥粮草尽失 没了粮草 只能占还你 大哥 这不是你退市法武的理由 那你的理由是什么 你是担心孔明他们反对法武 我一直以为你是粗人 没想到你心系如法 三弟啊 倾国出兵 非同小可呀 丞相一再全足 我不能不散死 你是皇帝 他是臣子啊 是你听他的 还是他听你的 他不想和东吴打仗 还不是因为 他那个鸟哥哥诸葛锦 在孙春手下当官呢 不要胡说 丞相跟我东征西讨十多年 若无他的副作 你我断不会有近日 没有诸葛亮 哥哥就不能成就大业吗 哥哥就不能欲驾亲征了吗 哥哥就不能夺到天下了吗 哼 叫我说啊 他诸葛亮 要是没哥哥的赏拔 才不会有近日呢 你得 哥哥只是知道 诸葛亮辅佐了你 何不说 是你遭救了他 这话可不像你说的 告诉我 谁跟你说的 二哥在世的时候 我们私下议论过 所以今天真的很与我们 到此为止 不可再胡言乱语 碟得 你歇息几日 还是回到灯中去掌军 去平日 无论何事 士气不可待 军心不可乱 男二哥的仇怎么办 三弟 你总要给我一些时间运筹吧 慢着 外面风大 他 大哥 三弟 还有一事 云长遇难 与他的脾气 不无关系 你和火爆脾气